鲍里斯·约翰逊的脱欧立场强硬 他就任首相后 英国在今年10月31号 无协议脱欧的风险急剧上升 连日来英镑遭到了大量抛售 汇率连创新低 继29号创下去年11月以来的 最大单日跌幅后 30号英镑汇率继续下跌 英镑对美元汇率跌至1比1.21左右 创两年多来新低 同时英镑对欧元日元等 主要货币的汇率也跌至低位 自鲍里斯·约翰逊就任首相以来 英镑汇率已下跌了将近2.4% 本月英镑的市场表现 已接近2016年10月以来最差 有市场分析人士指出 人们对英国无协议脱欧的担忧 还将进一步拖累英镑汇率 我们在今年一周看到了 一个大量的改变 并且承识了一个大量的下跌 在斯特林的预期 提供的预期 有些预期 有些预期 由于 Boris Johnson 已经更加明了 我们将会离开 EU 31st 1 October